大家好,今天我们进入Linux超系统基础的第四讲 在学习文奖内容之前,我们首先还是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讲的主要内容 我们上一讲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Linux超系统的安装 然后我们介绍了如何来安装无邦图的桌面板和服务器板 以及安装后我们怎么来简单的登录,使用图形和命运的切换 那么了解了这个部分以后,那么对于我们基础部分的Linux超系统的安装 我们就介绍完了 那么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第三个部分 就是Linux文件系统以及文件的一些基础知识的介绍 那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部分我们主要的一些目标和考核重蓝点 那么我们的目标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了解文件系统的基本定义和功能 第二个呢,我们要了解一下Linux文件系统 第三个我们要理解不同类别的文件系统以及它的作用 然后理解文件系统的基本的组成 理解Linux文件系统的特点 然后呢,我们要重点去掌握Linux文件系统的目录结构内容特点以及作用 掌握Linux系统的登录和使用LS查看目录文件 好,那重点和难点呢,主要是对于不同类别的文件系统以及它的作用 要理解和掌握 第二个呢,就是Linux文件系统的目录结构内容特别 第三个就是要Linux基本的登录和使用LS去查看目录文件 好,那么考核呢,就是对于不同类别的文件系统以及它的作用 我们要掌握,我们要考核这个 而我们后面呢,我们会有什么练习呢? 首先练习登录推出 然后练习LS去查看 练习LS去查看我们系统的文件要目录结构 而且通过不同的文件标识和颜色来识别不同的文件类别 那这个里面呢,会涉及到一些小的一些名词 这些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中都会去讲解 好,这是我们这个部分的主要的课程目标 重蓝点以及考核目标等等的一些介绍 那现在我们就进入这个部分的第一个小角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文件系统的基础知识 文件系统概述 在这个部分里面呢,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文件系统定义 分类和功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去设计一个操作系统上面的文件系统 我们要从哪些方面作选 对吧,那首先肯定要了解它基本的功能 对吧,而且它到底什么是一个文件系统 对吧,一个定义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文件系统定义 那什么是文件系统呢 我们说文件系统 它是一种组织计算机文件和资料的方法 比如像Windows系统上 它的文件系统是通过什么方式组织 像竖形结构一样的方式在组织 对吧 而且呢,它有资源管理器来进行管理 所以说文件系统其实是一种组织计算机文件和资料的一种方法 那么在操作系统中 这个文件系统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文件系统本身可以看作是一个程序 而这个程序呢是属于系统系的 就是比较高级的程序 它是属于操作系统中已经被我们封装好的一个系统服务程序 实际上也是一个软件程序 只不过这个软件程序它是用来存储和管理 计算机文件和资料的 这就是文件系统定义 就是说文件系统其实也是一个程序 我们也可以去设计它 我们也可以设计在某一个操作系统上去设计它 那要设计它那么肯定要了解它的一个功能 那文件系统的功能是什么 如果你来设计文件系统 你应该让它具备什么样的功能 那么我们说文件系统的功能 第一个 它应该是可以去定义我们文件的一种组织方式 比如说文件结构 文件结构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组织 比如说在我们现在的文件 常见的文件系统里面就是以目录 目录树这样的结构 然后第二呢 你文件里面的这些内容怎么来组织 文件结构 文件要存储在我们的持盘上 又怎么来组织 所以要定义文件的组织方式文件结构 第二呢 它应该是可以提供一个建立和存储文件的环境 比如我们通过目录文件 建立目录建立文件来存储文件 第三个呢 它要能对文件存储器空间进行组织 比如说你这个文件建好了之后 你是要存到我们的硬盘 或者存到一个存储器上的 那存储器上的空间怎么去组织和分配 它应该具备这样的功能 才能存到我们的持盘上吧 然后另外一个你想 它肯定要负责这个文件存储 能够进行存入取出 并且能对存入的文件呢 进行一个保护和检索 保护和检索 然后呢 负责建立文件 能够去建立文件 存入 读出 修改 转出文件 控制文件的存取 撤销文件等等 对吧 也就是说 一个文件系统 它应该具备这样的一些功能 它才能够称之为文件系统 才能够真正的实现 管理和存储 我们计算机上的这些文件和资料 存取 对不对 随着文件系统的功能 然后了解文件系统功能以后呢 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 常见的一些文件系统 有哪些 那么常见文件系统呢 我们可以分为这么几类 第一个 磁盘文件系统 磁盘文件系统呢 常见的像Windows下面的NTFS 对吧 还有FAT32 还有T3 EAT3就是Linux的文件系统 它是基于日志的 基于日志方式 我们后面会详细讲 然后如果是散存 比如说我们的U盘 散存 散存的这种存储性 存储介质的这种 那么它的散存文件系统呢 是它用的JFFS2 然后YAFS 常见的这个用途比较多 大家可以在百度上去了解一下 然后数据库文件系统 数据库文件系统就是 数据库的这些数据 最终其实它还是存到文件的 那它的文件系统用的是什么呢 有BFS和WinFS 然后呢就是网络文件系统 这是我的文件 在网络中传输的时候 那么网络文件系统用的是NFS 然后还有些虚拟文件系统 VFS 那么什么是虚拟文件系统呢 虚拟文件系统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这些文件系统 对吧 不同的参数系统 它也支持不同的文件系统 对吧 那我在访问 那不同的文件系统呢 那么它的这些功能的定义 文件结构啊目录啊以及存储空间的分配组织啊 它的实现方式都不太一样 对不对 那么我虚拟文件系统是要来干什么呢 就是我用不同的文件系统 那么我在使用它的时候 它的由于它这些功能定义都不一样 所以我使用的方法也会不一样 这就使得这些不同的文件系统 它的移植性比较困难 对吧 就是说我用户针对不同的文件系统 我都要去学习一套 它的实现方式 对不对 而虚拟文件系统呢就很好了 虚拟文件系统呢 它就是针对不同的文件系统 它定义了一套标准的接口 就是标准的实现方式 而这些不同的文件系统呢 最终都由这个虚拟文件系统 进行了一个转换处理 而面向我们用户使用者来说 它都是什么 使用者统一的标准 而由虚拟文件系统呢 转化成具体的不同文件系统的实现方式 这就是虚拟文件系统 这就是虚拟文件系统 好 那么这是我们这一讲的主要内容 那么我们这一讲主要给大家讲的是 文件系统的定义 就是文件什么是文件系统 这是用来干什么的 对吧 然后它有哪些文件系统 然后它文件系统如果我们要来设计 文件系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些基本功能 对吧 基本功能 好 那么重点呢 大家要找文件系统的基本功能 以及它的分类 以及虚拟文件系统的一个特点 好 那么这一讲呢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一讲 再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